六年困手孤岛 走出第一步 我又坐在电脑前忙了很久 六岁的儿子跑过来 妈妈 我想到一个好办法 既能让你安心工作 又有人陪我 儿子接下来的话让我惊住了 那就是你给我找个新爸爸 他就可以帮你照顾我了 离婚六年 我一直截然一身 好像早已习惯 但孩子对父爱有天然的向往 前夫在远方成家 与我们联系甚少 受过创伤的 我本不敢再建立新关系 可孩子可叛的眼神 我有点犹豫了 我把犹豫告诉闺蜜 他举双手赞成 我早就想劝你找了 你就是太封闭自己 我反驳 是圈子小 每天见的最多的男性 就是快递员和单位保安大叔 闺蜜扑驰笑了 圈子有何难 网上世界无限大 我连连摆手 你可拉倒吧 网络都是骗人的 闺蜜不甘 难道现实中就没有骗人的吗 加强防范意识不就行了 任他怎么劝 我就是无动于衷 那些恋爱上当的新闻 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闺蜜见说不动我 索性坦白 你觉得我幸福吗 当然幸福啊 我毫不犹豫 闺蜜老公很上进 结婚时靠自己买房 还在备考公务员 闺蜜则掌管经济大权 什么事 夫妻俩都有商有量 这日子 是多少女人羡慕的呀 我们就是网上认识的 啊 我着实被惊到了 虽然也知道 有网恋成功的 但总觉得概率很小 不可能出现在自己身上 闺蜜仿佛看出了我的担心 她说 其实我刚开始时 和你的想法一样 但不试试 怎么知道呢 有了闺蜜的鼓励 我注册了软件 不过只留了文字信息 一张照片也不敢发 网上那些照片 各个青春亮丽 简直像明星大赏 说实话 我这个奔私的黎仪大姐 心里有点发虚 不知道是不是男女比例 严重失调 一大批男性赶来聊天 有的一上来 就要求见面 被我拒绝后 说 又不是未婚小姑娘 装什么纯情有的 前面看似一切正常 结果不到两天 就露出了真面目 要求见面 甚至还有更过分的要求 筛过好几个不靠谱的之后 终于遇到了一个 每天到早晚 聊些兴趣爱好的正常人 我正暗自欣喜 对方却开始旁敲侧击 问我的收入 然后发给我一个链接 说是他和朋友 合资的印度商贸网站 小投资大回报 好在我人穷至短 怎么都不肯投钱 结果再发信息给对方时 显示我已不是对方的好友 接连的打击 让我有点心灰意冷了 面对未知 前进还是退缩不久 闺蜜打电话 有没有遇到合适的呀 说说情况 我帮你参考 我说已经把软件卸载了 他一听就急了 立马赶到我家开导 你知道 我在网上挂了半年 才遇见我老公的 而我老公更是挂了一年 如果都像你这样 容易放弃 那天上的月老都失业了 总得有个过程嘛 面对闺蜜的热心 我只好又重新把软件装上 儿子人小鬼大 旁听了我们的对话 闺蜜走后 他对我说 妈妈 你不是教过我 遇到困难 不要轻易放弃 你要多跟那些叔叔们聊天 多聊天就多熟悉啊 我有点哭笑不得 那时我鼓励他 勇敢交新朋友的话 没想到他居然用到了我身上 好吧 既然儿子和闺蜜 都这样给我打气 再退缩 就说不过去了 我调整心态 降低关注度 有感兴趣的 就多聊几句 不合适的 就不浪费时间 每天固定留个时间段上去 看看就行 就在我随性摸鱼阶段 有个叫临身见路的男人 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们一开始就呼唤了照片 每天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几句 都是些日常 就这样 我们不知不觉 竟然聊了一个月 两个月后 我们见面了 他像照片上一样 穿着休闲 干净普通 我带着儿子 和他一起吃完饭就分开了 接下来 我们几乎每个周末 都会见面 有时是他跟我和我儿子 有时 他也带他儿子一起 两个小家伙 只差一岁 很玩得来 他从不言语轻浮 也没提出过月界话题 我感觉 我们就像是生活中的好朋友 相处得自然友好 但 我们还是发生了分歧 气息过后 他向我表白 我同意了 在深入的沟通中 我了解到 他父亲过世早 母亲性格强势 他和母亲关系不好 亲戚们骗过他的钱 我的头都大了 前夫就有点妈宝 加上亲戚们插手我们的事 最终 本就在墨河期的小家 很快分崩离析 于是 我开始睡不着觉 脑补很多未来的画面 万一他妈妈和我吵架 他会帮谁 万一亲戚们也插手我们的事 他会怎么做 万一他儿子和我儿子 有一天 我正坐在沙发上发呆 儿子跑过来 问我在想什么 我简单地说了句 我有点害怕 怕将来叔叔和我过不好怎么办 谁知 儿子比我淡定多了 他反问 可是 妈妈 将来还没有来啊 也就是说 什么都还没发生呢 按自己的节奏 殷勤随天儿子的一句话 让我顿悟 是啊 我为什么总在位还没有发生的事 感到恐惧呢 我的内心深处到底在恐惧什么 儿子的话还让我想起一件事 记得刚离婚的第一年 我跟一个朋友吐槽说 以后不会再找了 等有钱有时间了 直接找个心理咨询师 靠心理咨询 未见后半生 当时 朋友的话和儿子说的有点相似 他反问我 为什么你的潜意识里 会给自己预设一个这样的未来呢 人的注意力在哪 就会收获在哪 如果一直关注恐惧 我就会被恐惧牵绊住脚步 永远不敢向前 也没有新的出路 这次 我不想再这样退缩了 我鼓起勇气 和男友深谈了一次 说出了我所有的忧虑 他表示理解 也提出了可行性方案 并表示 无论发生什么 都会和我一起面对 以我们的小家庭为主 而且 有一点 我们是一致的 那就是 受过伤的我们都会更加珍惜彼此 即便如此 我还是会不断冒出 新的问题 明知他不是故意的 我却总喜欢挑刺 比如迟到了几分钟 在我午睡时 吵到我 在孩子们弄乱东西时 不制止 在他一次又一次 充满诚意的道歉中 我开始反思 他真的有那么糟糕吗 在我又想放弃关系时 我暂停了和他的约会 我去江边散步吹风 想借独处 和自己内心对对话 走着走着 脑子里浮现出 妈妈骂爸爸的场景 我惊觉 天哪 从小到大 妈妈没说过 爸爸一句好话 就好像他一个优点都没有 他们仅限于没离婚而已 彼此早就没了感情 而我的男友 在奔波忙碌了一天后 还来帮我 爬楼修电器到深夜十二点 再赶回自己家 在我的手受伤时 他为我扎头发 在接近四十摄氏度的高温厨房 厨房没有装空调 为我做饭 在我加班时 他带儿子出去玩 对小家伙充满耐心 然而 当我身体里那个挑刺官出现的时候 他的这些优点 就全都看不见了 可其实 我是非常渴望这些温暖的 六年了 之前的感情没有经营好 我就一直在找借口 逃避新的关系 心理学有个说法 关系的问题到关系里治愈 如果我还想向前走 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首先 没有谁完美 我要学会多给幸福找理由 让挑刺官下线 想想对方的好 去确认和升华好的部分 其次 把握好自己的节奏 不失去自我 保持自己的梦想和奋斗目标 其他不可控的部分 就只能殷勤随天了 开解了自己后 心里的大石头被抬开 我松了一大口气 当天睡得特别香 原来 只要勇敢一点 幸福可以离自己很近 大家觉得 今天的故事怎么样 喜欢或者不喜欢 都请留下你们的跟帖 也可以看看 有没有触动到你们的地方呢 要是有意见或者投稿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的 小编会认真看的 祝你们天天开心 本内容纯属虚构 如有雷同 纯属巧合